翻譯 你来祷告 你安静你的心 安静你的灵 让神的灵来充满你 来充满这个会堂 亲爱的耶稣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欢喜快乐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啊你的座位 就要来在这里彰显 主啊你的大能大力 就要在这里彰显 主啊你说 凡求高你的名的人 你就必亲近他 主啊你要亲近你的儿女 谢谢耶稣 因为当我们亲近的时候 你就必亲近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神 在今天的主日时刻 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述说 来欢呼 要来敬拜 因为你的名是最高 被得在你的 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主啊愿你的恩典降下 愿你的灵命降下 主啊来依赐彻地 来释放你的众儿女们 主啊让我们能够火热的心来 敬拜赞美你 一切的忧愁挂虑 尽都消散 主啊谢谢你 因为你为我们承担了 十字架所有的刑法 主啊你要将我们的重担 丢在深海之中 永不再敬念 谢谢你释放我们 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学书谢谢你 因为你要将我们的哀哭 转变成跳舞 主啊我们要披上喜乐 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 来跳舞 勇跃地来歌颂你 谢谢耶稣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我们的眼睛要淡淡看见你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宝贵圣灵祈祷 阿们 这个时刻 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在神的面前 来赞美神 来赞美我们的主 祂要亲自带领你 祂要亲自来医治你 来触摸你 你可以向祂来说话 也可以向祂来献上赞美 当我们在祂面前 来敬拜赞美的时候 主我们的心就得到满足 好不好 这时刻我们就开口 可以跟神来献上感谢 可以向神来献上感恩 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祂 请 亲爱的耶稣 我们要谢谢你 在今天的主日当中 我们的眼睛要来看见你 主啊 你释放你的众人 来到你的面前 耶稣 谢谢你 我们同在 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要快跑跟随你 主啊 因为你用笑脸来带领 你为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的时候 主啊 你的爱就不断不断地 来涌流 主啊 你的恩典就不断不断地 刺下 谢谢耶稣 透过今天的讲道 透过今天的敬拜 透过今天的祷告 主啊 你的爱就在这里流通 在你的会堂来流通 毫无保留 主啊 要全然地释放 释放你的众儿女 主啊 我们的心不再冷淡 我们的心不再怀疑 我们的心不再纠缠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的心要向你身上感恩 以及在你 主啊 你释放我们 谢谢耶稣 将一切封闭的心 能够再次地来敞开 敞开我们的心灵 敞开我们的全身心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不再一样 是一个群心的我们 是一个圣灵带领的我们 主啊 让我们的成为你合一的器皿 哈利路亚 耶稣 我们要谢谢你 赞美你耶稣 愿你的圣灵充满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 宝贵圣灵祈祷 阿们 只是各爷邀请弟兄姐妹 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 求上帝的圣灵 要来充满今天的聚会 从头到尾 我们一起为着我们今天的讲运来祷告 求上帝来恩告他 要来充满他 神的话 透过我们的牧者 透过神的仆人 能够再次地将神的话语再次地彰显 当我们的心完全敞开的时候 主啊 你的话语就要进入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生命因此更新改变 主啊 我们要靠着你 我们靠着你的话语而活 主啊 我们要谢谢你 这时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为着今天的聚会 为着讲运来祷告 请 亲爱的阿发阿夫神 我们要在你面前来宣告 主啊 你是得胜的主 你是得胜的君王 主啊 我们依靠你的大能大力 我们就有刚强重担 主啊 谢谢你 透过你仆人的口 主啊 要来诉说 要来赞美你的荣耀 主啊 让我们听见的人 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感谢 谢谢耶稣基督 祝你不断的赐福 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我们的圣体 主啊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气息 因着你 主啊 我们的生命气息 就被更新 就被改变 耶稣 耶稣 谢谢你 转换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的眼光 不再一样 主啊 用明看着你 主啊 依靠着你 主啊 用我们的眼光 来看待 耶稣 谢谢你 释放你的众儿女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主啊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我们要来 依靠你 要来认识你 要来敬畏你 谢谢耶稣 为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宝贵 圣明祈祷 阿们 这个时刻 我们需要 进行祷告 等候耶稣 因为耶稣 必快再来 我们要来 谢谢耶稣 因为祢 因为祢 十字架上的 救赎计划 为世人所承担的 是各等的美妙 是各等的恩典 我们要谢谢祢 主啊 我们等候祢 让我们能够成为 聪明的童女 以靠祢 我们就不再失望 我们就不再困难当中 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祢 在今天 耶稣 祢释放祢的儿女 完完全全的 相复于祢 相复于祢的大能 主啊 我们要在祢面前 宣告 祢是直到如今 永活的神 主啊 祢昨日今日 永不改变 主啊 祢是纯到永远的神 耶稣谢谢祢 求祢亲自作证为王 直到永远 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 愿我们将我们的全身心 我们的全身心灵 都完全的相复 我们要在祢面前 要来相复 在祢的大能大力之中 耶稣 我们要谢谢祢 一切的荣耀赞美 都归给祢 祷告 奉靠耶稣 宝贵圣明祈祷 阿们 感谢神 我奉神的名 来开始今天的聚会 好 在我们起立之前 好不好 跟弟兄姐妹 来说 耶稣基督 已经为你完成大事 耶稣基督 能够为你完成大事 很开心 让我们能够 一起来敬拜 在我们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起立 跟邀请弟兄姐妹 你两边的弟兄姐妹说 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 行了大事 我们依靠祂的大力 我们就当强重胆 我们就不再失望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要在祢面前 赞美你 耶稣 祢是实实在在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依靠祢 就永不受费 有个花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他不照云彩 当着他眼前 是红照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他在干旁 居住是学了 整个有个花 我们要放过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他不照云彩 拆当着他 也见识过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他在干旁 他在干旁 居住是学了 整个我们要放过 我都要放过 哈利路亚 是学他的座位 我们依靠生 就能使用大门 我们要歌颂 有个鼓 是不说他的座位 我们依靠生 就能使用大门 耶稣谢谢你 为我们洗了大事 主啊谢谢你 在一切的所需要之处 你就不断地攻击我们 赞美你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他命令过风窒息 那波浪就禁净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他在干旁 说我们就能满足 有个花为你洗了大事 他命令过风窒息 那波浪就禁净 有个花已经为我们 洗了大事 他命令过风窒息 那波浪就禁净 是说他的座位 我们依靠生 就能使用大门 我们要歌颂 要歌颂 是说他的座位 我们依靠生 就能使用大门 我们要歌颂 我们要歌颂 是说他的座位 我们依靠生 就能使用大门 我们要歌颂 要歌颂 是说他的座位 我们依靠生 就能使用大门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我们要在你面前的宣告 祝我们要是给你的行命 特续的向前走 耶稣我们要在你面前的宣告 做我们的安命狂风之息 耶稣我们投靠你 我们要有大门大力 做多强的能 主啊让我们进入那奉 圣力去制定 Hallelujah 他必帶領生命 還不向前 他將結果到底賜給我們 是的 他必帶領生命 還不向前 他將結果到底賜給我們 我們要恨苦 說說他的所謂 我們要咳嗽 說他的所謂 我們要咳嗽 我們一看你 這個世界困難 我們要咳嗽 我們要咳嗽 說他的所謂 是的耶穌 我們一看你 這個世界困難 我們要咳嗽 我們要咳嗽 說他的所謂 我們要咳嗽 說他的所謂 我們一看你 叫你世界困難 我們要咳嗽 說他的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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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要谢谢祢 哈雷路亚 耶稣我们依靠祢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行的大事 耶稣我们要在祢面前赞美祢 哈雷路亚 我们将一切的尊重赞美 都献给我们的神 耶稣我们要谢谢祢 哈雷路亚 主啊如今 祢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主啊让我们能够带领祢的选民 继续的向前走 主啊进入到那祢丰盛的义举之地 耶稣我们要谢谢祢 主啊让我们得定为业 让我们依靠祢 主啊我们相信 绝肃祢要为我们成就大事 哈雷路亚 我们谢谢祢 亲爱的耶稣 谢谢祢十字架上的救赎 主啊祢为我们完整所有的计划 是极美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投靠在祢的救恩之下 我们感谢祢 主啊我们要在祢面前来宣告 主啊祢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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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伊尊 我真是适合 国路亚 罗位 新世 milit监 是的 从今世直到永远 我们要在祢面前来思想和作为 Hallelujah 主啊 如今我是共义的 我相信 我相信 I'm clean 我不归望 是自家生命 勇敢的爱天天带领我 脱离收拾与关门 我不归望 你无条件的爱 是我重备盼望 灭命将上 恩典永留在全地上 祝望 祝望祢的恩典灵命要永远在全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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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道我进攻你 我相信 我相信 I'm clean 耶稣我谢谢你 我不陪我 十字架上你 永恒的爱天天 他要天天带领你 是的耶稣我要在你 站起来寻感 脱离一切的困吧 我不陪我 你无条件的爱 是我说满盼望 怜悯降下 恩典永留在全地上 我十字架上你 永恒的爱天天 带领我 脱离一切的困吧 耶稣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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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心的神明 祝我心的神明 我不陪我 十字架上你 你永恒的爱天天 永恒的爱天天 带领我 多离羞恳赢 主啊 我永远不会忘记 海雷亚 一无条件的爱 使我重奔 盼望 怜悯将相 岸边永留在这地上 耶稣 谢谢你 复活的日子 主啊 我应该在你面前说 感恩的日子已经带到了 你复活的日子已经成全了 主啊 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 除去一切的羞耻 除去一切的困惑 除去一切的瑕疵 除去一切的瑕疵 主啊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依靠你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主啊 我们要常常在你面前说 就是我们要感谢你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不是靠着我们是谁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 那是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使这架上的救恩 我们要领导你的孩子 要领导前地 主啊 我们要常常在四上 你的爱 你的心事 主啊 你的爱与心事 永不改变 耶稣 我们要说 主耶稣 我们要在你面前 我们要来交付与你 Hallelujah 我们一起来释放 我们要来说 我 我不会忘了 我不不会忘了 十字这生命 你勇敢的爱 天天 答应我 过去休息与感到 我不会忘 你无条件的爱 是我 从满满满 怜悲奖上 愿点拥有 在前面 最后一字 那我们的声音是说 Hallelujah 我 是这生命 勇敢的爱 天天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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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使我装满盼望 连你降下 暗天永留在全地上 耶稣 谢谢祢 祢的慈爱我们不会忘记 谢谢祢为我们所做的 在祢十字架上的功劳 已经完成了 我们要在祢面前来宣告 主啊我们要在祢面前宣告 主啊我们靠着祢 我们就永远活着 Hallelujah 与我们同在 祝福今天的聚会 从头到尾 都有祢圣灵的带领 主啊求祢赐下祢的话语 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尽力更新以及改变 在祢的做前 我们要在祢面前赞免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 宝贵圣灵祈祷 Amen 我们来赞利用使徒信经 做我们信仰的告白 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圣子 因着圣灵感运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感谢神 请坐 我们一起来共读圣经 圣经的部分是在创世纪 十六章一到十一节 圣经的部分是在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十一节 好 那我就来念一到十四节 第一节 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她生儿女 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 萨莱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拎着她的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 第三节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 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 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 夏甲就还了孕 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 萨莱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 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萨莱说 使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带她 萨莱苦待了她 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 耶和华的使者 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 遇见了她 对她说 萨莱的使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呢 要往哪里去呢 夏甲说 我从我祖母萨莱面前逃了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 你回到你祖母那里 扶在她的手下 又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 极其番多 甚至不可胜数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以使玛丽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以使玛丽就是神听见的意思 他为人必像野驴 他的手必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 为看顾人的神 婴儿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 这井是在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 好 本周的背诵经文是在创世纪的十六章十三节 我们就请弟兄姐妹 跟着我一起来念琴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 为看顾人的神 婴儿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感谢神 这是本周的背诵经文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背起来 那本周的主题是看顾人的上帝 那我们将一下的时间交给项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的很荣幸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 服侍俊恩之光教会的弟兄姐妹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读圣经 向我们传道人读圣经 给大家部分不小心就会说 是为了要准备奖章 其实这个是错的 圣经不是只是那么的工具性 读圣经是为了我们要了解神的话 然后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当我们在读圣经 特别在读旧约的时候 因为那个文化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可能就会对圣经产生怀疑 如今毕德森牧师他讲一句话 他说圣经之所以这么的可信度这么高 不是他都写得非常的美好 他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不堪的事情 譬如说大卫 他的个性有非常大的缺点 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亚伯拉罕亚伯兰 他也有他的榜点 譬如说今天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女仆 那个夏甲 他个性上性格上也有需要修正的 包含沙莱 沙莱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问题 所以上帝创造的世界很美好没问题 可是人因着罪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把上帝创造的世界搞得一团乱 但是还好 神的副理 上帝他仍然在守护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当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难处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点灰心 看不到上帝 最近我们到底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要结束 本来以为是要结束了 那个美国职棒又在呼唤我了 要到现场去看 我一辈子讲了一辈子的美国职棒大联盟 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场 人家都还以为我到现场都看了几场 就想去 疫情爆发前机票买好了 盛路易红雀队我是他的球迷 就要去了 我朋友也帮我那边的票都买好了 就是要去 结果疫情爆发 就想不用去 那今年看起来好像有希望 但是看到台湾这样子不晓得又会有什么政策 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 怎么一个事实 一个事情 好像要等它变好 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这个疫情 其实我 本来我自己觉得可能大概半年吧 半年就会过去 跟之前的SARS 大概几个月 不到一点的时间 大概应该就会过去了 但是我们看到 几乎已经两年过去了 目前怎么样 目前似乎要和平共存吧 也需要和平共存 那去创造自然界的一个物种 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也是人必须要谦卑 可能要等我们身边中有许多的问题 我们常常祷告说上帝啊 让我们的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或是说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耐性 但是神啊 让我有多一点的耐性 但是我现在就要 这有时候是常常是我们一个矛盾的祷告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神从来没有陪下不管 因为耶和华这一位神 祂是跟我们立约的上帝 耶和华是立约在用的这个词 耶和华是立约的 立约 祂跟我们立的约是叫做蒙约的关系 祂不会毁约的 我们可能会背 会背叛他 会背约 但是上帝不会 所以祂的爱是很扎实的 永远的跟着我们一辈子 跟着我们一辈子 同样的神看顾所有的人 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神都看顾 那今天的经文呢 在创世纪十六章 那今天这段就是因着孩子而展开的一段故事 就是说 夏甲跟沙莱的战争 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处理的非常好 我先来把这个背景交代一下 让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刚才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沙莱他一直希望他有个孩子 为什么 因为有孩子 他在家中的地位可以被建立 这个就像我们古代的宫廷剧里面 哪一个皇帝的妃子 心坏的韵人 他走路的姿态就会不一样 他的地位就不一样 母以子为贵 这在当时的整个文化的背景里面 我相信台湾最近几乎 比较少有这样说 一定要懒的才是怎样 早期是这样子 特别是要懒孩子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亚伯拉罕他们整个家庭 他们是一个外来的移民者 他们到迦南地区的十人 旁边还有许多人 他们家大业大 他们需要有自己的人 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而且他们的家业很大 需要有孩子来分担一点家里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 懒孩子的那个懒 懒年的那个懒 上面是一个田 下面是一个力量的地 就是田里面的劳动力 就是要到田里面去工作了 你生了很多男孩子 代表也代表你家里的经济 可能是可以做提升的 而且你家里是有人可以守护的 你是有安全感的 所以沙拉他就有点压力 特别上帝有应许亚伯拉罕说 我要把迦南地这个土地要赐给你 那亚伯拉罕还有问他 在创世纪十五章 亚伯拉罕问说 我没有孩子 你把所有的产业都赐给我 土地赐给我 我死了 也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 要聚成我的产业 没有孩子 对我来讲 你给我栽的东西都没有用 所以孩子是你生命的延续 我也很在意我的故事 会讲到什么时候 如果今天没有孩子 等到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 小景峰这三个字 就没有人讲了 但是有孩子也不一定会 会跟我孙子讲我好的 搞不好他会跟着我的孙子 我的大儿子在这间就会说 你阿公不大好 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 所以你今天会受苦就是你阿公 你要怪就怪他吧 也有可能 但是我相信 当我有孩子 然后我的孩子有孩子 我孩子在跟我的孙子 讲我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的生命是有延续的 所以我们古人说什么 立功立德立言 其实爱老行探听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孩子对人来讲很重要 特别对当时的 整个中东的那种文化里面 是更重要的 那莎莱一直没有办法怀孕 神又要允许说 要给他一个小孩 那到底什么时候 刚才圣经说 已经过了十年了 等了十年了 那不行啊 所以 莎莱就想出了一个说主意 他想到看一看 嗯 我的一个女仆是埃及人 是夏甲 那干脆他就去跟亚伯拉罕三娘说 干脆我把我的死女跟你同房 然后如果怀孕生下来的孩子 就归我 就归给我 这样就代表是自己的孩子 那亚伯拉罕他也就同意了 你们觉得亚伯拉罕怎么样 我觉得不大好 但是圣经有给他解套 我今天早上又在读这段圣经 我发现 诶 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同意 因为后面有加了一句话说 他们来到迦南地 已经过了十年了 意思是说 亚伯拉罕等待这个孩子 已经等了十年了 可是后来 刚才在读的时候 我突然又给我一个启示 十年对亚伯拉罕来讲 应该不是太长 对不对 为什么 亚伯拉罕活到几岁 当然我问你们是 因为我自己也忘了他活到几岁 我刚活到一百多岁 所以十年都在讲可能 像我们现在台湾平均 大概八十四岁 我今年六十二岁 所以我还有二十二年可活 那天我太太在帮我算 哎呦 萧紫彤你还有二十二年可活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才二十二年可活 我一件事情还要让我等十年 哇那我觉得很长对不对 才等了 可是亚伯拉罕活到一百 好像活到一百四十几岁的样子 还是一百一百四十几岁 我真的忘了 十年来讲 其实他时间是可以被稀释掉的 但是亚伯拉罕他答应了 好了 那夏甲跟亚伯拉罕同行呢 夏甲就怀孕了 你发现夏甲的角色是很悲缺的一个角色 他很弱势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 他是一个外籍的劳工 他又是一个陆氏的族群 然后怀了孕以后 突然有一天他就麻雀变痛狂了 他开始走路的姿态就不一样了 圣经说他就轻叹了他的祖母沙莱 这个也是连之常情 宫廷剧不是常这样吗 那个妃子一怀孕以后 就不把皇后当作一回事了 然后就亮成许多的悲剧 那莎莱就去跟亚伯拉罕讲说 我是为了你才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这个夏甲他开始目中无人了 我不管你要处理 其实出主意的也是莎莱 后来亚伯拉罕负责的也是莎莱 那亚伯拉罕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亚伯拉罕个性有很大的榜点 他在紧要关头都不敢做决策 包含十年前在埃及也一样 还收了一个白色的谎言 说莎莱是他们的妹子 因为埃及的法导看中了莎莱 因为莎莱长得很漂亮 亚伯拉罕就怕说 你会不会想要夺取我太太 顺便把我杀了 所以他就骗 牺牲自己太太 然后果且偷生 所以我对亚伯拉罕是非常有意见的 前面的亚伯拉罕我非常有意见 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幻想要夺拉罕 他仍然他的个性上有一些的盲点 有一些的软弱 他不敢去面对莎莱 不敢面对这两个女人 他站在中间不晓得怎么办 亚伯拉罕说什么 他不就是你的死女吗 他就是你的男人 随便你要怎么戴他都可以 哇 所以你看看这个夏甲 夏甲真的是很悲缺對不對 他真的是很值得我们 我们去同理他 为什么他会逃跑 如果是我大概逃都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好 圣经就说 沙莱就开始苦待下甲 也有可能给他精神上的折磨吧 增加他的工作吧 本来一天要打扫五间厕所 现在一天给我打扫十间厕所 然后用很严格的条件 落体上有没有被虐待我不晓得 但是我相信那个精神上 应该是不好过 所以 沙莱就逃 他逃到那个苏尔的旷野那里 就遇见了上帝的死者 苏尔的旷野是哪里 就是现在的埃及的 苏伊士运河的附近 因为夏甲是埃及人 他逃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在埃及也是奴隶的 但是 既然还是回自己的国家当奴隶 至少还比较好一点 沈的死者问他说 夏甲你从哪里来 你要往哪里去 夏甲说 我从我的祖母面前逃跑的 他没有讲说他要去哪里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路可以去 你回埃及你的家 搞不好都已经不见了 你回埃及你也是奴隶 也就是说夏甲 他是前面是没有路的一个人 他又怀孕 然后又遭受到 人家不公平的对待 你大概读圣经 你稍微用一点同理心 你就比较能够进入到 人物的内心世界 看到他们生命中的故事 读起来就真的会比较有感情 但是你发现上帝的死者 也讲了一句话 让我们会从椅子上跌下来 上帝的死者没有马上说 好我就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没有上帝是说夏甲你要回去 怎么是这样 夏甲你要回去 回去可能不是一个最好 对夏甲来讲可能不是一个最好 回去还要去面对那些对他不好的人 可是到目前为止 回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决定 为什么 因为你是单亲嘛 你又自己一个人 又外面这么危险 那你生成了你要怎么办 所以你还是回去 你回去扶在你祖母的手下 那夏甲为什么逃 他不是只为自己逃啊 他是为了度中的孩子而逃的 因为奴隶所生的儿子还是奴隶啊 所以夏甲想一想 还是逃啊 为了孩子还是逃 但是上帝是说你回去吧 你的孩子你不用担心 你的孩子给他取名叫乙斯玛利 就是上帝听见了 我也知道你为了孩子的事情而逃 上帝知道 知道你心中的苦情 所以你可以回去没关系 你这个孩子我对他也是有应许 你的孩子将来也是要非常多的 你的孩子他为人必像野驴 人攻打他他也要攻打别人 他必住在他弟兄的东边 那夏甲听到这个话 神对他儿子的承诺以后 夏甲就放心了 他就说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的金句 我在这里也看见了 神是眷顾人的神 我在这里也看见了那一位 眷顾我的妈 然后夏甲就把那一个地方取名叫 彼尔拉海来 就是我看见了佛的上帝 这个地方是佛的上帝的一个水井 好故事是这样 夏甲说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 上帝看顾什么人 上帝看顾什么人 上帝是看顾那些痛苦的人 身心灵都在受到创伤痛苦的人 夏甲他的肉体上很痛苦 他的精神层面也很痛苦 还有夏甲 他还有一个灵性上也在痛苦 我们常说现在的人 少年年心智被摧残 年轻人惧怕未来 看不到盼望 中年人很焦虑 要负责养家活口 老年人很有失落感 好像听起来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但是夏甲你发现 他现在他为什么会逃 因为他被苦待了 然后他情感上被背叛 亚伯拉还没有站在他这边 亚伯拉甚至还说 随便你要怎么对待他都可以 好像从来没有人 care过他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 要当代理孕母 也不是他自己的主意 他好像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使用玩机可以丢 所以夏甲在感情上 也被背叛了 也受苦了 而且他还想到自己的孩子 他是看不到未来的 看不到未来的 灵性上也在受苦 所以夏甲是身心灵都在受到重创的人 夏甲的痛苦指标应该是非常高 什么叫做痛苦指数呢 就是通货膨胀率加失业率加起来 叫做痛苦的指数 这是台湾去年到11月的统计 疫情5月开始的时候 通货膨胀大概快2% 那今年应该会更高 如果现在是更高 对不对 乌克兰跟苏联的战争开始的时候 物价就上涨 我们医院有一些工程 有时候你拜托人家来标 人家都不来标 他说我没办法报价 因为一包水泥跟你报价是这样子 等到下一个小时又涨价了 真的凡事都在涨价 所以物价通膨 你的购买率就减少 那去年通膨快2% 然后失业率是3点多 然后加起来是5.94 所以这是九年来的新高 非常高 那今年呢 现在如果再来统计 应该还会再高一点点 痛苦指标 你说5.94 还不到50 到50的话这个世界就毁灭了 5.94就非常高 那夏甲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吧 比这个还要高 那上帝看顾什么呢 看顾卑微的人 圣经六次提到夏甲 她是个使女 她就是一个没有地位的 她的声音是不会被听见的 人家是不会看见她的 她就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从来没有人会尊重过她的意见 要当代理孕母也不是她的意思 然后呢用完了也不然说随便你 随便莎莱你要怎么对待她都可以 但神看顾那些卑微的人 下甲是埃及人 是莎莱的卑女 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一个人 但是上帝却看见她 上帝看见她 而且看顾她 还听见她内心里面的那一些的痛苦 所以诗篇138篇第六节说什么 耶和华虽高能看顾低违的人 她也从远处看出那个骄傲的人 所以我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是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也不晓得怎么样去解释 有时候在职场上 有时候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好像你觉得你是委屈的 可是你不晓得要去跟谁讲 甚至也没有人要听你讲 所以有时候常常是那个不被理解 不被倾听 不被同理的苦 大于事件本身的苦 我在想 我看丁雄姐妹有的人在点头 我在想可能这也是我们 共有的一些的经历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的 委屈吧 那种委屈 事件本身觉得还好 只要有人能够听一听 同理一下就好了 可是根本你发现没有人要听 因为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 特别是对于那一些 比较下阶层的人 下阶层的人 他那一种不被人注重的 不被人尊重的那一种痛苦 是大于他物质上缺乏的痛苦 这个是事业上有名的一个学者 他所做出来的研究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像无处可讲 就像可以讲人家也不一定能够了解 也不能够能够来解决 但是不要忘记 上帝他的眼目是看顾那个卑微的人 上帝特别到毕尔拉海来去寻找下家 上帝听见他的苦情 所以上帝看顾他 那最重要的上帝也看顾什么 看顾犯错的人 下家他本身也有错的人 他轻看主人 他错估行事 他傲慢不顺服 但是美善的神 他并不会因为你好或不好 而拦阻他释下恩典给你 甚至他都为我们这个罪人 释下了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赎 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我一直在想 如果今天上帝他要挑选人 一定都是要那个最少 要八十五分九十分甚至一百分的 那我今天没有办法被他使用 原来上帝他愿意释下干顾的恩典给我们 只要你的心是向着他的 你就可以被他来使用 所以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因为上帝叫日陀造好人也造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以有时候最近我也学习功课 不要随便就去判断一个人 有时候有一些人真的是会让你觉得 很难跟他相处 甚至你真的很不喜欢他吧 很不喜欢他 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们 我不喜欢的那个人是谁 绝对不会是我的太太 但有时候我们 我们内心会因着他外表那些行为 我们就做了一个 就做了一个决定 做了一个判断 所以当你开始做了一个判断以后 其实你就发现你跟他的关系 就产生了质变 可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我最近学习到一个关系就是说 当有一些人他的行为 有一点让我们比较难接受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试着去听听 到底你还不要告诉我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原来他会有这一些的举动是因为 他最近他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当这样子的话你就发现什么 我们会讨厌那个 讲话很有攻击性的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讲话很有攻击性 因为他害怕 因为他最近出了一些事他害怕 我们会去怜悯那个害怕的人 对不对 所以当你知道他是因为害怕才这样子 其实你就不会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么的不可爱 原来他也有他的故事 他也有他的压力要去面对 我就记得我曾经对一对夫妻说 他叫他孩子来找我谈一谈 那后来我了解了以后 我就把他的父母亲 把这个孩子的父母亲再找 那当时我没有太深的倾听 我就是直接给他们指导 我说为人父母要多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你们觉得我讲对不对 年轻人都反对 年轻人最好是说爸妈你最好不要管我 我才自语 是不是 我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而已 我是说为人父母要多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但是我本来就对父母稍微有点意见 他好像很不负责任 任凭孩子这样 可是到后来 这个爸爸说 他说肖牧师 我们夫妻一个人一天都打两份工 我们很努力要让孩子上学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找不到太好的工作 我们一天打两份 最近我还打算再找一天第三份工作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时间 我听了以后我真的非常的羞愧 原来他有他的生命故事 我们会很讨厌不负责任的父母亲 但是我们会很尊重为了家庭打三份工的人 所以不要太快的随便去做一个决策 做一个决定去批判去论断一个人 耶稣基督他不会这样子 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爱 他不断的给我们一些的空间 希望在这个爱的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走向他 下假就是这样子 他为什么逃 因为他为了他的孩子 他为什么看不起他的祖母杀来 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家尊重过 他需要尊重 所以当他有一天 当他有一点资源的时候 他就忘了自己的地位了 情有可原 所以有时候读圣经你发现 圣经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相近的 贴近我们的生活 下假说神是看顾我的神 就是说注意我事件的那一位上帝 专注 你从来看你的眼神 你可以知道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不对 我常常从师母看我的眼神 我就觉得他很爱我 真的啊 那有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对面在看书 他在看书或者看书 有时候不小心我就抬起头来 因为拭目相望 然后上那间我就觉得眉目传奇 我说你看什么 他说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但是我知道我是被爱的 他很专注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不是有一个少年官去找耶稣吗 夫子要怎么样能够做更好的自己 我怎么样能够得永生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 所以人家在跟你沟通的时候 你最好眼睛看着他 不要看着你的手机 要不要 我很讨厌 我在跟人家讲话 人家在划手机的 我在讲 我在讲给我的小孩听 希望他们今天看到这个视频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们说今天晚上要去哪边吃饭啊 他们在划手机 爸我在说到哪里 爸我传爱给你了 可是就坐在对面 你不会用讲的吗 还要传爱给我 是不是 所以 但是上帝是看着下甲的那一位上帝 所以下甲上帝是看见 他是专注在我的问题上 然后照顾我的那位上帝 神注视下甲现在的处境 到碧尔拉海来 与他相会 倾听苦情的上帝 下甲后来 后来为什么会回去呢 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儿子 有一个承诺跟应许 他说你这个孩子啊 生下来你要给他取名叫 以什玛利 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 以马内利以什玛利差一个字呢 差两个字 以什玛利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上帝是聆听的那一位上帝 有的聆听是表面上 别人应付你随便听一听 对不对 上帝是很专注的听 然后还听见你内里面的 知道你内在真正的生命故事是什么 所以上帝要帮助下甲 最想要心请听 你要对人有好的帮助 你就好好好好的听 才能够知道他的问题 做出适切的回应 现在人与人沟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只在乎讲对不对 要别人听我们 现在是一个每一个人百家齐望 有YouTube有什么FB IG一大堆 大家都要发声就很怕被淹没 你没什么营养的话 也要刷一下存在感 我今天早上也终于又在FB 我发了一条讯息出去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讯息了 我今天话说我很高兴 都讲你们好的 我来到台中救恩之光 来这边用讲道服事 这边有很好的敬拜团 也能够预备弟兄姐妹的心 我早上把他拖出去 让人家知道我还活着 不然你 牧师你怎么最近 你怎么都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你的消息 每个人要刷一下存在感 但我今天早上是真的很诚心 我这个不是在公文里面 我是真的每次来这边 我都觉得我们的敬拜非常好 真的很能够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讲人的心 好好的讲一篇道 真的不然话出去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要讲话让人家知道我们 我们很少要听 所以沟通常常会失败 就是大家都不大听 可是你看看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很会听人家讲话 上帝也很会听 甚至圣经用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上帝听我们讲话的一个姿态 那叫做灰语言的表达 说神怎么样 你们的圣经跟我不一样吗 上帝怎么听 神彻耳而听 这样听 所以你在沟通里面 你在会谈里面 那个做的姿态 知识很重要 彻耳而听 彻耳而听 所以神能够给我们很适切的帮助 跟回应就是这样子 因为祂很专心听 所以请要心听才能够适切的回应 那受苦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 被支持 被同理 被倾听 不一定要人家给我们很多解决的方案 其实方案我们都有了 我们只是要人家了解 所以倾听是同理心的基础 也是最有力量的陪伴 也是最有力量的陪伴 我在我们医院有个心灵小站 那有时候很多人来找我 社区的民众或是医院的员工也有 社区的民众来 有的时候我发现 他们常常觉得我对他们有帮助的 都不是我给的意见 刚开始人家来找你 好像你不给他意见 好像你好像武功很不高强 对不对 总要讲出几句话 特别有时候我们到那个家里有人过 是我们要去安慰家里 去然后这样点点 然后好像感觉怪怪 他们牧师来的总要讲几句 指导性的言语 好像不讲就好像 那牧师你来干嘛 好像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自己 我自己也在想 总要挤出这些话 可是后来我发现最有力量的关怀是什么 有的时候你只是拍拍对方的肩膀 你不用讲什么 让他知道你就在这里 你就在旁边 有需要他主动会来找你 有时候在那个沟通协谈里面 在协谈里面 常常人家给我的回馈是说 牧师我谢谢你 你真的听我讲话 你愿意花时间听我讲话 而且我知道你是很专注的在听 很少人跟我说 牧师你给我的策略非常好 一实行就成功了 很少人在讲这个 但是我们的习惯是 我们很喜欢表现我们是超人 要拯救世界 一定要给人家很多的 一二三这样子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就只要这样做 这样做 可是人家不需要 我们给人家太多知道 就是听 因为你在聆听的过程里面 对方会感觉到 你了解我的感受 你知道我的痛苦 虽然你也没办法 帮我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你了解我 你愿意花时间 曾经我说到一张纸条 那个字歪歪扭扭的 不注意看真的还看不懂 我看清楚才看懂 有一个舞蹈症的一个病人吧 他是舞蹈症 舞蹈症你知道他走路像在跳舞 他的神经的传达 没办法走直线了 所以他一个手要拿东西 他跟你讲话都讲不清楚的 他常常到心灵小站来找我 他来跟我讲他的家里怎么样 他的孩子怎么样 他的先生怎么样 有时候讲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但是我就是还是很专心的坐在那边听 到后来他写了两条说 牧师 我知道我讲什么你都听不懂 但是我很谢谢你 你还是很专心的听 还好我没有给他太多的指导 我听不懂他给人家指导 那不是就是在应付人家吗 所以上帝 上帝他是专心听你 所以西伯来书4章16节说什么 耶稣基督君尊的大祭司 他也曾凡事受够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敢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的面前 为了要蒙恩会得帮助 然后我们可以跟他祷告 他会听 他会听 请听内心苦情的上帝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以色列人被法老强迫做苦工的时候 以色列人哀声打予上帝 上帝看见了 而且他也听见 上帝也听见 所以要摩西去带领他们 离开埃及 所以我们要把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再来读这一段来 我这困苦年的呼求耶和华便全听 就我脱离一切患难 那夏甲知道上帝是倾听的上帝 上帝对他的儿子以色玛利有承诺有应许 那夏甲他就回去了 夏甲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更新 在比尔拉海来 遇到一个佛的上帝 他的生命就有更新了 上帝说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 扶在他的手下 你回去 而且你要修正你自己的性格 所以夏甲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受苦是有益处的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生命中的这个苦 会让你联想到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苦 因为我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引发这个苦 所以有时候常常 这一个苦不是真正的原因 原因在背后 这个只是根所发生的 这个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 背后那个根 夏甲他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他个性上 他有一点绝傲不逊 对不对 他有一点忘了自己 有一点太自我感觉良好 有一点太骄傲了 常常有时候傲慢是年纪关系 最大的绊脚石 骄傲真的是年纪关系 最大的绊脚石 夏甲你要回去 然后你也要修正你自己的性格 所以夏甲他就有勇气了 他知道上帝了解他以后 他就有勇气了 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看不到未来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重新聚焦未来 夏甲重新聚焦未来 因为上帝跟他讲 你不要把你的专注力 都放在你目前的困难上面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 最怕的是 我们永远都只看到这个困难 你要想一想 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吧 聚焦未来 你把你的焦点放在 我对你的儿子以食玛利的那个应许上面 那个才是重要的 上帝怎么应许 他的儿子以食玛利呢 他说他为人必像一匹什么 野驴 野驴 野驴是什么 他是自由自在的在野外 他不会是奴隶 他不会是奴隶 而且他是有能力的 能够在野外生存的驴子 他是有能力的 然后他要攻打别人 别人也要攻打他 代表什么 他更人 那个原文有点就是说 势均力敌 他不容易被人家欺负 所以下讲你不用太担心 然后还说什么 他必住在他弟兄的东边 你的儿子会有自己的产业 东边这个很好的应许 如果在台北市神说 小景峰你的儿子必住在东边 那就东区嘛 那不就是信义计划去 那皇家最贵的地方吗 那如果在台中 食必牧师 你的儿子将来必住在 我不晓得台中哪边最好 捷运旁边吧 那个增值比较快 神是有应许的 上帝说下甲你看见未来 下甲会逃 因为是觉得这个孩子没有未来 可是有 你不要只放在目前的问题 你要聚焦在未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很多事情 真的有时候聚焦未来很重要 可以看到你有走下去的那个盼望 我在医院关心我们一个员工 我跟他 他有癌症 然后我知道他做化疗真的 非常的辛苦 他有 他的皮肤 他的脚 他的手给我看 非常的辛苦 他真的比我勇敢 我可能没办法承受 真的 撒拉间我觉得我的心血管的疾病 跟他一笔都 就是说黯然失色 他说很痛苦 他有的时候他真的不想做了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谈到后来 一起祷告以后 谈到后来就是说 聚焦未来 做是很痛苦 可是症状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你勇敢的面对问题 就是医治的第一步 你不要害怕 而连问题都不敢面对 那你永远就陷在 目前的这个泥沼里面 所以要聚焦未来 愿意走 愿意走出去 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因为上帝他陪伴着我们走 然后夏甲对神也有新的认识 对不对 他说这个井叫做 比尔拉海来 就是佛的神的水泉 我们知道夏甲是埃及人 亚伯拉罕跟撒来的上帝 跟他自己的神是不一样的 埃及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我像的崇拜 埃及人的神都在哪边看得到 都在金字塔里面 你去埃及旅游 幾乎都在看死人的东西 真的 不那个师生的那边说 那个地下灵情 那个帝王谷有没有 都在看那些死人的东西 埃及人的神是死的神 可是他说 既然上帝的死者 会来这边找到我 而且看见我的苦情 还听见我的苦情 所以这个神是活的 各位地方姐妹 下礼拜就是复活节了 不是有一个书歌吗 空的坟墓 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 感谢主 曾经有一个人去耶路撒冷回来说 牧师 我们去那个耶稣的坟墓 空的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他不是基督徒 他跟着团去 他看到空的 我说还好你看到空的 如果你看到耶稣的骨骸在那边 就证明他真的是死的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是活的神 活的神他在做什么 他不会住在坟墓里面 他会爬爬灶 会在哪里 他在寻找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住在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的生命里面 那个心灵 最深处的那个地方 下假他遇到了 各位亲爱的地方姐妹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 可能下假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也或许我们的问题 比下假还更严重 但是我们每个人总是要去面对 许许多多的问题 有些问题 或许自己可以解决 有些问题你怎么努力 好像都没办法解决 生命总有一些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 把蓝柱带到这位佛的神面前 你以为你到他面前吗 其实他还在找你 你愿意跟他相会 透过你的祷告 把你的困难跟他诉说 上帝他听见你内心的苦情 他会陪伴着你 一路的往前面走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带着盼望的 神主动寻找下假 神是一个自我启示的上帝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只有户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把上帝表达出来 耶稣怎么表达上帝 耶稣是用爱表达上帝 我很感谢主 当我的生命在最低潮 刚退伍的时候 生命非常的低潮 整个情况 整个生命是一团乱的时候 我说 耶稣基督的爱找到我 我进到教会里面 我感觉到耶稣的爱触摸到我 我本来以为一个很糟糕的人 是没有资格被爱 我也很少得到爱 讲实在话 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少 但是可怜之人也有可恶之处 我在讲我自己 但是耶稣基督他 他愿意透过教会 让我知道他爱我 后来我在教会里面尾声 后来上帝呼召我 来服侍他成为他的徒人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神的爱是很真实的 你是可以触摸得到的 他乐意被你看见 我们说爱很抽象 可是有的时候爱也很主观 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 上帝真的是他的爱 是我可以触摸得到的 当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燃处 带到上帝的面前 跟下甲相遇的那一位佛的神 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 跟我们的生命相遇 上帝是看顾我们的那一位上帝 天父必看顾我们 我们一起来地楼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这个时候我们求你 临到我们的生命 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我们或许 也像下甲一样 我们前面看不到路 我们有很多的委屈 我们也做错了一些的事情 但是你总是对我们不离不弃 你到毕尔拉海来寻找我们 让我们跟你相遇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的爱是那么的实在 那么的真实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你是那位活着的神 住在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生命当中 你来疗愈 来医治我们 我们有时候觉得 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甚至有许多让我们 担心受怕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相信 你都陪在我们旁边 许多不被人理解的 主你也听见我们内心里面的苦情 让我们把我们再次的仰望在你的手中 你的爱来抚慰 来touch到我们 我们是被你所在意的那一位女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肖牧师为我们带来如此宝贵的信息 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被提醒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跟你隔壁的说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是的 因为我们每一位可以跟他一样 也是又真又活的 感谢主今天早上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 这一位美神 这一位好神 也用听道来敬拜他 接下来让我们用奉献再次来敬拜他 生命记十六章十七节写到 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让我们再次将自己献上 交在这一位恩主手里 因为他是那一位守约诗词爱 永远看顾我们的 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一同来奉献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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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神可送出你身命 良対神以än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因祢爱今生 感谢耶稣 祢爱天光满 扬声歌额主 祢是你 赞美又赞美不低 祢是我的一切 祢是我主 让我们以后低头献上祷告 是的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感谢祢 祢从起初创造天地直到如今 祢的看顾永远都在 主甚至是到这世界的末料 主谢谢祢 使祢亲自吸引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回到祢的家里 主我们再次感谢祢 谢谢祢将自己完全地献上 让我们得以得到这美好的救赎 爱我们的神 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地献在祢的恩手当中 愿祢悦纳我们的生命 愿我们的生命如那祭坛上新香的祭 我们如此祷告 感谢 奉献 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让我们先一同来欢迎首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 如果您是近期这两三周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跟家人 欢迎您举个手让我们看见您 欢迎 欢迎回家 要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待会会后可以彼此祝福 彼此问安 带到部分 下个礼拜4月17号是我们教会的洗礼 我们这一届呢有五位要来洗礼 分别是宇晓晴 肖玉腾 杨博成 洪倩云 向宇恒 让我们在周间持续为他们代祷 求神的灵保守他们 让他们坚定在主的爱中做主的门徒 教会的祷告会 在接下来这两周有特别的祷告会内容 在我们本周礼拜三是受难祷告 在下一周是复活祷告 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们这个礼拜三晚上尽量拨空来参加 因为在我们每一年过复活节的时候 透过这样的操练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基督 也让我们更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 还有祂复活之后 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多大的改变 也让我们自己透过这个复活节 让我们的老我定在十字架上 然后迎接全新的生命 时间是礼拜三晚上七点 在我们的三楼教室哦 复活节当天我们教会有洗礼 也有圣餐 那当天教会备有感恩奉献带 欢迎弟兄姐妹来使用 那当天教会在一楼有复活节节期的布置 而且下一周的主日聚会流程也会不太一样 欢迎您带领你们的家人 木道友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参加 将会原定在下个礼拜天的下午 有儿童亲子派对 那因为最近疫情持续在升温 人数不断在上升 我们的儿童亲子派对是针对 两岁到八岁的小朋友设计的 但这个年纪的孩子 他们多数都是没有打疫苗 为了保护孩子们 我们决定将活动延期 等到疫情稍住缓和的时候 我们再另行举办 待会随即我们在中午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一点就在我们的五楼这个会堂 有我们的敬拜主领课程的节夜发表 欢迎弟兄姐妹您在用过餐之后 可以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也给这几位参加课程的同学们鼓励 让我们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还不错耶 一个半小时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敬拜 好享受 欢迎你一起来 4月8号就在我们的礼拜五 已经开始了我们社青的生命探索课程 这个课程是适合我们的社会青年 大约是20岁到40岁左右 那若您身边有木道友 或非基督徒朋友的话可以邀请他来 那在这边要跟各位特别来说 如果您身边有朋友他已信主了 但是他的信仰有点模糊的 你有发现这样的朋友其实也可以来 这是在一个非常开放 非常轻松无压力的气氛下 来分享来探讨我们生命的意义 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课程 但在它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议题讨论 包括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需要 能够在那里彼此来分享 那透过这样的课程 我们不只是认识我们自己 也认识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我们原定在4月底 24号我们要去台南出游 也要延期哦 那如果已经缴费的弟兄姐妹 待会会后可以到我们的一楼 请到一楼找生意相缠到 或者是金轩姐妹来退费 那我们决定要延后办理 那旅行社公司也跟我们谈好了 他们的费用为我们保留 我们有预付了一些款 所以我们也会延后 那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就稍等疫情缓和 会再跟大家公告 以上是上周的奉献明细 要请各位弟兄姐妹自行查阅 如果当中的账务有问题的话 记得请恰生意相传到 以便我们来帮您更正 要请您再次从周围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同来送荣 祝你生日相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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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相传到